哈囉大家 我是尼佳朗德瑞 我們今天要來進行一個 倫敦馬拉松的賽後檢討 也就是復盤 今天要來好好檢討一下 我們這次倫敦馬到底跑得怎麼樣 然後中間有沒有出了什麼問題 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次倫敦馬拉松 總共花了多少錢 然後 行程上什麼規劃 或是我的班機 什麼一些細節 後來跟大家分享 OK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 那我們首先就直接來講重點 也就是比賽 因為比賽可能是大家比較在乎的 那這次比賽呢 如果大家已經看過 我們的這個倫敦馬影片 也可能已經知道結果了 沒錯 我那時候的跑步成績呢 是跑了三小時 二十六分 零四秒 我手按時間啦 但大會時間可能有點小落差 那當時候的成績 當然以我的個人的目標理想來講 還是差了蠻多的 我其實在這次的目標 還是希望可以跑到兩小時五十五分左右的這個 配速為基準去努力的 所以其實我在 開賽的前半嘛 還是很努力的跑在 87分左右的時間完成前半層的賽事 但是我在過半層之後 整個就有點撞牆爆掉了 那那個時候的狀態就是我一撞牆 就突然 肚子也抽筋 大腿也抽筋 然後身體開始覺得 好像沒有在流汗 然後很冷很冷 肌肉一直 痙攣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其實過半層之後就有點痛苦了 那我們來跟大家 好好分享一下我們前面的一些配速策略 我們那天的比賽啊 平均的前半層的配速 時間在第一公里跑了四分整 然後第二公里第三公里 開始就慢慢回到大概四分零五到四分十秒左右的配速 大概是跑到21K左右 我前面都還是大概使用四分十到十五秒左右的配速來完成 那大家也知道四分十五跑完就是三個小時 那我這次目標是跑稍微再快一點點 希望可以破自己最佳 所以有稍微比較用力一點去跑 那前半層的平均配速 跑在87分左右的時間完成半嘛 其實以87x2 也就是兩小時五十四分 如果是以這樣完成的話 算是有達標我對於 自己設定的目標的配速啦 但其實過半層之後就整個大撞牆 那撞牆 其實也算是我第一次遇到這種狀況 以往在台灣我可能 真的撞牆通常是流很多汗 然後很熱很喘 那整個可能覺得會呼吸困難 或什麼狀態跑不動 那以這次在倫敦的情況 我們起跑那天的天氣 大概是五到六度而已 其實大太陽 但風很大 然後體感溫度其實是覺得 有太陽的地方好像有點溫暖 可是是假的 因為其實那個溫度還是很冷 這次開賽前 我大概有慢跑了十到十五分左右的時間 讓身體肌肉溫度稍微提高 然後在開始進入分區之後 我進到分區還是有稍微在原地做一些小小的熱身 但一出發之後 覺得我在前三公里有一點點太過用力的情況 讓我前三公里的平均心率 大概在一百六十八到一百七十下左右 其實以我自己來講 這個平均心率已經來到我的Zone 3左右 其實是太高了 以這個強度 我是一定跑不完的 但那個時候其實你知道 心裡就會有一種 我都已經來到倫敦了 我不要相信這個手錶數據 可能會受限了我自己的表現 或是什麼樣的狀態 所以其實我自己是覺得 有點冒險了啦 當時候我是以拚最佳為目標去努力 所以我就有點忽略了這個警示的訊息 所以我就開始以配速為目標去導向 來看我的應戰策略 而不是看心跳 雖然那個時候心跳啊 大概從前面十公里 平均都在一百七十到一百七十五下 我就已經覺得不太妙了 可是你就一直覺得 好像天氣沒有很熱 就是體感上衣服都還是乾的 跑起來還是覺得身體是很乾爽 而且用力程度好像還OK 重點是旁邊兩側的加油聲是沒有斷的 所以你會覺得 哇各種這個現場環境的加分 或天氣的因素 都會讓我覺得 今天是破最佳的好成績 再從11K開始之後 到半馬的過程 心率就其實不斷飆升了 我到半馬的時候 平均心率已經來到了 大概一百七十八到一百八十下 以我個人來說 這個心跳大概是台北馬 可能最後五公里才出現的心跳 所以其實當時我就覺得真的不妙 果然沒多久 我大概在22公里左右 就遇到第一次失速 那時候我的狀況就是遇到 第一個 我的腹肌感覺快抽筋了 第二個是我大腿內側也不斷筋軟 就是有點 冷到肌肉一直 很像收縮起來 然後縮到你整個肌肉延展性 或各方面都有受到影響 那個時候的心跳 也很高 所以整個呼吸的喘氣程度 就變得很疲勞 很不舒服 所以我大概在過了半馬之後 就遇到第一個撞強期 我就開始調降配速 從原本四分十秒左右 降到了大概是四分半 那用四分半的這個配速 我大約跑了五公里左右 到25公里 還是沒有改善 這個情況還是持續在 甚至心率是 繼續提高的 我就開始覺得 今天真的不妙 我這個成績 應該是跑回來會有點痛苦 我就開始稍微停下來 緩和一下 然後 也讓我的快伸展的部位 稍微有一個好的 伸展放鬆 那 這個時候的心率才有稍微調降 但平均的配速已經從原本 四分十秒 掉到四分半 到25k以後 已經來到五分整 我就知道今天這場比賽 我只能轉換心態了 其實我在當下呢 是非常的 灰心的啦 就是覺得已經準備了一段時間 然後 真的也 花了這麼長時間 飛到了倫敦 甚至中間還遇到轉機的時候 遇到了這個機場一直卡住 不讓我飛出去 我其實那個時候 心裡是很忐忑的 那 到現場之後就覺得 怎麼樣都要拚一下的這種感覺 但到25k之後就覺得 我前面這些努力全部都白費了 我到現在整個撞強之後 配速是不太可能做到我的目標了 那 但我知道我還有一個任務 就是我要把倫敦馬的賽道 好好記錄給大家看 所以在 調適了大概一公里左右的時間 我就把心情轉換 然後我就 變成是 享受賽道的方式 去完成我倫敦馬的後半程 所以後半程就是 跑跑走走停下來伸展啊 或是稍微放鬆 去吃吃補給品 然後跟 旁邊的這些 加油團互動 擊掌啊 因為我胸口有Jerry 他們就狂吶喊 各種的讓我心情上 稍微覺得有 平復一點也暫時忘記就是沒有辦法拼到最好成績 所以後半程 應該說我比較對於賽道有印象 前半程 很認真在維持配速的情況下 你現在問我當時候的畫面有什麼風景 我其實有點忘記 所以 最後我大概在後半程的時間 比前半程多了 快要30分鐘的時間 才完成 第二個半 那最後的完賽時間 就是 三小時 26分 上下左右的這個時間 大會時間應該三小時 25分56啦 那 我的手腕時間稍微晚一點點 但 整體的成績 就是離我預期大概晚了 30分鐘左右 其實 覺得蠻可惜的 但 也沒辦法 比賽就是這樣 第一個腸胃遇到的問題 大概 困擾我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都沒有辦法好好訓練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 身體狀況是蠻差的 就是 吸收很不好 然後吃什麼都拉肚子 甚至那個時候也因為這樣我的體重 下降了大概有 4公斤吧 到快5公斤 我原本大概62、63 那在比賽前期 我大概掉到只剩59 60左右的體重 所以 雖然體重變輕好像比較好跑 但是 也覺得那個 身體的能量 就是高變少了 你好像游一下就 燒光的那種感覺 所以這是 我覺得這是倫敦馬 蠻可惜的地方 但就是 轉換心境 後面用不同的心情 享受倫敦馬的賽道 我覺得也別有一番風味 如果你還沒看過倫敦馬的賽事的話 還是可以點選這邊的 連結來看一下 那個時候我們在影片中 記錄好 這些賽道 氛圍的這個感受 真的是六大馬 讓我體會到很不一樣的這個 賽事氛圍 那我自己覺得倫敦馬也算是一場 我參加過這麼 也沒有到很多賽事啦 就是這幾場賽事以來 我可能跑過大阪馬 跑過沖繩馬 然後跑過倫敦馬 海外的大概就 渣荒馬 航關馬拉松 大概這幾場馬拉松賽事下來 倫敦馬真的是 從頭到尾 絕無人場的一場賽事 從頭到尾都是加油聲 除非 進到地下道是沒有辦法人下去的 不然在倫敦塔橋 大笨中 所有地方都是 狂吶喊的方式迎接所有跑者 我覺得 你真的跑在裡面的時候 會覺得你自己就跟明星選手一樣 就好像奧運選手 享受所有的掌聲 那個時候體會真的很棒 這次當時比賽的配速手環 我那時候拿了一個 三小時 一個三小時 十分 那我當然是配在三小時啦 只是 最後狀況就是沒有跑好 蠻可惜的 那我覺得蠻有趣的想跟大家分享是 這個配速手環上有這個 藍色黃色 還有紅色的這個 代表的意思都不太一樣 他旁邊這邊就是賣喔 就是一英里兩英里三英里 然後你的平均配速要跑多少 那比較有趣的是 你可以在這個手環上得到的資訊是 大約兩英里左右 才會有一個水站 所以其實 這上面藍色就是水站 那水站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台灣可能 或是日本的賽事 大部分都是紙杯 然後裝水 可能是半杯或三分之二 那倫敦馬拉松很不一樣的是 他是小瓶大概200mol左右的這種 小水瓶 就是你可能上飛機會喝到這種水 大家知道我們 喝紙杯的時候有時候跑動啊晃動 可能會讓水灑到身上 那在很冷的天氣其實會影響你的體溫的 所以 用水瓶來 當作這個補給的策略 我覺得是蠻好的 當然以大會來講可能是 成本會比較貴一點 那如果贊助商就沒關係 但是 我覺得 在跑的當下 用水瓶的方式來補給 是對比賽的人來講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除了這個之外要講一下就是 他不像是台灣或日本的賽事 是每個水站可能都有運動飲料 總共總共 整場比賽 只有 1234 只有 4個水站 是有 運動飲料 然後他的運動飲料是有點像是 我們 一樣市售常見的那種像 酥跑啊 薄礦與水德啊 這種 已經調配好的運動飲料 但他是 橘子口味的 然後就很化學 喝起來就是 流成汁 可是 畢竟你在跑步的當下 每一站都只有水的情況 有流成汁可以喝一下 心裡還是覺得稍微比較 舒服一些 那除了這個之外 他有兩站 紅色的地方 是會提供果膠的 大會的果膠是 他會像這樣一條一條拿著 然後讓你跑過去就可以直接拿取 但我是沒有拿 因為我自己帶蠻多的 所以 這個配布手環也是 我覺得六大馬 蠻不一樣的地方 跟大家分享 這就是這次倫敦馬拉松的獎牌 那這個獎牌上面 真的是 蠻有份量的 相對台灣的比賽 他也是很大 上面有一些細節是 倫敦的各個都市的這個場景 都在上面有畫出來 然後 在比賽的隔天 我有去 Nubilance的店裡面 去刻印自己的成績 上面有名字跟你的完賽時間 我的完賽時間 三小時 25分56 那 除了這個之外 我這次去倫敦馬 還有一些 小小的戰利品 像我頭上的這頂帽子 去Nubilance的店覺得 那時候沒有買到 一直覺得心心念念 所以我還是在Nubilance的店買了這頂 有這個 倫敦馬Logo的帽子 那其實整頂都是沒有Nubilance的 就是 顏色也蠻低調 但是有倫敦馬這個Size 然後還買了一支這個 小熊 大家應該有看Expo影片 應該有看到 就是 想說我每一站都要有一個小熊 然後搭配一個 獎牌 像這樣的方式 但我之後應該會把獎牌跟我的號碼 去把它表框 表起來 然後當作一個展示品 陳列這樣 那接下來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次在倫敦馬拉松 從出發到結束 總共花了多少錢 很多人 最在乎的一個環節 就是六大碼 到底要花多少錢 那 這個環節可能有點 有點心痛吧 聽起來我覺得真的花很多錢 但是也是蠻赤裸的 提供給大家 如果你想要 參加六大碼 可能的花費 大概就落在這 第一個 如果你是有用 抽籤得到這個名額的話 當然報名費可能就便宜一點 那像我們是 用慈善名額的方式去購買 所以我在名額的部分 花了 九萬三千元台幣 九萬三千元 大概是多少錢 三千多美金 算是六大碼裡面應該第二貴啦 最貴的應該是 波士頓馬拉松 那我希望自己是可以用 達標的方式達成 所以 這場比賽應該會是我花 最多錢買 賽事名額的 一場比賽 在六大碼當中 所以我名額 花了九萬三 那第二個呢 就是交通 我們從台灣飛到倫敦 其實以那時候我看到的機票票價 其實直飛有長榮華航 但是大概都是 我記得是四萬五到五萬塊這個 Range之間 那他的飛行時速大概在15到17個小時左右 但是我當時候的考量啦 因為我覺得 第一個我的預算可能沒有這麼充足 然後如果我要做15個小時 但是做經濟艙的話 好像真的是覺得 屁股會爛掉 腰會閃掉 但是又沒有錢可以升級到豪金艙你知道嗎 所以我後來的考量就是 那乾脆我把這15個小時 或17個小時 除以二 我分成一半一半來飛行 所以 我就改搭了阿聯酋航空 然後 雖然大家聽到阿聯酋航空可能感覺 比 華航長榮好像更高貴 但其實他的票價是更便宜的 因為他有轉機一次 所以他在台灣飛到杜拜 第一段大概飛了89個小時左右 第二段從杜拜到倫敦大概飛了7個小時 總計的時間也大概是15到16個小時 那 過境在杜拜的時間 大約是等待兩個小時左右 其實 還OK 因為杜拜機場很大 然後從 下機的地方 走到你下一個登機口 其實就要花大概 二三十分鐘左右 因為他還要再做一次的出入鏡 就是你還要再驗一次你的包包或什麼 但是你走到那個口的時候 大概還蠻充裕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那 這次我蠻 運氣不好阿 但是也應該說運氣好 就是我們剛好遇到了 70幾年來杜拜的 超大好雨 導致大淹水 那其實當時候的狀況 跟我同班機 但是前一天去的台灣跑者 他們就運氣蠻不好 因為他們的班機 被取消 所以他們飛到杜拜之後 其實是沒有辦法 轉機的 就在杜拜 我記得最後他們停留大概五十個小時 留在杜拜機場 因為一直沒有後補到機位 可以從杜拜飛出去 所以 我算是蠻幸運 雖然我被delay了大概六個小時 可是至少我是在當天 就有飛離開杜拜機場 但其實在當下 心態上是蠻忐忑的 因為 第一個是 你已經花了九萬三千塊 去買這個慈善名額 但如果你從杜拜一直飛不走 大會應該也不太會把你的名額 可能延期給你或什麼 那還沒有算你的住宿啊 還有你的整個時間成本 所以 當時我在杜拜機場覺得很慌 然後覺得 到底怎麼辦啊 但還好後來我們那個航班有 順利起飛 所以我算是 不幸中的大幸 因為 比我前一天去的跑者 竟然比我晚一天才到 那甚至 隔一天 在我的後一天去的跑者 也是delay了蠻久的時間 才 飛到倫敦 所以我真的算是蠻幸運 那 機票的部分 花了三萬五千元 那順利到倫敦之後 當然就是住宿的部分 住宿的話 我是住在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日本 其實日本有很多比較便宜的飯店 大概的 大小就是你的 走廊 走路一個人就已經極限 然後 商務旅館的模式下 你的 行李箱根本打不開 甚至打開是沒有辦法攤平的 就是日本有蠻多這樣的商務旅館 是比較便宜的選擇 那我去倫敦也是選擇這種比較便宜的商務旅館入住 我住的是五個晚上 總價大約是 三萬零五百台幣 平均一個晚上大概是 六千一左右 的這個費用 算是 在 終點 就是白金漢宮那附近 走路15分鐘內 最便宜的一個選項 所以我的機票 住宿 還有我的 參賽名額 就花了大概 15萬元 最後就是我在倫敦 當地的一些開銷啦 我直接跟大家講 總數量 我從杜拜到倫敦 我們是兩個人去嘛 那總共我的花費 大概是刷卡的 明細 接近三萬元 那當中其實我們吃的 我認為沒有到 非常高級 就是 大家想像得到 可能在台灣的 美食街的那種 可能咖哩飯 義大利麵 或者是 一些 就是套餐 但這種套餐在 倫敦當地 就是 算是一個 怎麼講 當地消費其實是蠻高 水平的 我們去吃了一個 兩個人點 各一個義大利麵 兩個人就大概要快50磅 因為他們的 付費大概是12%左右 所以 其實一餐下來就大概要 2000多塊台幣 那 以這個價位來說 當然以我們台灣人 去的收入 可能會覺得 真的是有點貴 以我們的收入水準來講 是 蠻貴的一個 部分 第二個是在早餐的時候 然後我們是去一些有點像台灣的露伊莎 85度C這種連鎖咖啡店 那我們就點了可能可送或是沒事 也是這樣一個人大概要吃下來 就是8到10磅左右 所以 乘以40塊 就大概是300到400塊區間 是一個人的早餐 所以 其實在倫敦吃飯 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還 第一次去歐洲 然後所以 擔心比較多 也沒有做過 夠多功課 所以一開始帶了很多那個 你知道大家看我短片 就是咖哩飯 一些醬包 但其實到那邊都沒有用到 因為 在倫敦我覺得 可能是尊重多元的飲食習慣 所以他們其實每個餐廳 都有一個 蔬食菜單的選擇 至少都有兩到三樣 可以讓大家選 所以 像我們去吃 義式料理 韓式料理 日式料理 早餐店 就是咖啡店 全部都有蔬食的選擇 那 只是說價位比較高 但是對於蔬食來講 是很有善 相對於日本來講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去倫敦其實沒有買 太多的戰利品 像這個帽子之外 我還有買一個是 Track Smith的這個跑步背型 他算是 近幾年才竄起的跑步潮牌吧 就是可能像哈雷機車 或是 Mini Cooper 這種 他的品牌價值是 一堆人會 就是直接 盲從的就是 一定要一直買他們家 這種感覺 那 他的定價也算是 蠻高貴 一件大概要 2800元台幣左右 就是我買的 實際結帳的價格 包含稅金 還有 刷卡手續費 可是其實他的料子的細節也好 或者是 整個剪裁來說 沒有真的到 會讓你覺得 他是非常的 競賽啊 可能是像 現在跑一越來越輕薄 然後 車縫線都沒有 那種車縫線 都是用熱壓黏的方式來進行 那他可能就比較走的是 一個 懷舊路線 然後 創造出他們自己品牌的風格 所以這也是我這次去買的 唯一一件 背型 那總共 我的這些花費 在倫敦馬的 費用 就是大概 接近3萬元 但我覺得 就給大家參考 所以我15萬 加3萬 其實 總共的花費大概是18萬元 但是就是我們住宿是兩個人 然後吃飯也是兩個人份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個費用 但如果 你可以 抽到 名額 然後你住的也可以再住 遠一點點 可能沒有離終點這麼近的話 或許在費用上 還有一點點 轉環的空間 好啦那希望這集的分享 對如果你想參加六大馬的跑者 會有一些幫助啦 那倫敦馬也算是六大馬當中 通常是最後一場的選擇 因為你可能會先抽到其他場的賽事 才決定要不要最後來購入六大馬的倫敦這個選項 畢竟他的單價真的是比較高 也比較不容易抽中的一場賽事 那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但是也要跟大家小小預告一下 其實我們在挑戰六大馬的過程 算是遇到一點 小小的突發狀況 所以接下來我們可能會開啟一條新的支線 大家就繼續鎖定我們頻道 還會有最新的資訊要跟大家分享 好啦那今天影片差不多這邊結束啦 我是你的嘉然梁哲瑋 如果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最後也要非常感謝這次倫敦馬拉松 就是台灣的愛迪達 大量的 大力支持我們 在這次參加的賽事的過程當中 給我們很多幫助 如果你對於 其他比賽 接下來可能會有 柏林 紐約 甚至明年的東京 還有芝加哥 波士頓 這些賽事有興趣的廠商 也歡迎跟我們聯絡 我是你的嘉然梁哲瑋 我們就下一集見 掰掰